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呢,在生活当中 有时候又会面对一些困境或者一些不完美的事情 这个时候也许我们会很愿烦 又或者是心情会很不快乐 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很难受 我们应该要怎样去面对这个心情呢? 因为心情难受不用紧 因为它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中 而生活对我们的处事带人接物会有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今天早上我会有这个启发呢? 因为我早上我就想要去外面看看 结果我就看到我的手 这么突然间长一个字在这里 我就非常惊讶,我就以为是肮脏哦 我就不断的去那边抓抓抓 越抓就越红,我也可以弄得掉 结果我就拿一个针 我就想把它拿出来那个黑点 不但事情没有办成 而且还弄到我受伤了现在 这个故事就让我发现到 有时候我们的人生 会有一些不完美的事情 这个不完美的事情 让我们想去改变它 我们想要去 让它必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 我们就用我们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事情 结果不但没有把事情弄好 还反而弄得更糟 因为事情的真相 不在那个问题本身 而是在我们面对它的那个态度 因为我们面对那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不甘愿的心情 我们不要去接受 我们认为因为那个残权而不完美 所以导致我们自己难受 后来我就告诉了自己 并不是这个字它的问题 而是我自己都不能接受 而导致我的难受 并不是它弄到我难受 所以就是说 在我们生活当中 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我们抱着一个 宽阔的心态去接受每一样 在我们的事情 在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 这样的话 我们人生才会比较好过过的 也比较快乐 因为当我们接受 接受事情的真相的时候 因为发生 我们并不能改变它 像我这个不让我要砍痛我的手 绝对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吧 所以只有这样做 我们才能活得更快乐 更有自信 在我们面对 才有更有能力 去面对生活每天的挑战 所以今天的分享 就到此为止 拜拜